14岁发表文章的小牌子工 弗兰克林 弗兰克林 美国杰出的政治家 科学家 小弗兰克林家境非常贫困 只读过两年书 就被辍学了 12岁时 到一家印刷厂 当学徒 弗兰克林的求知欲望非常强烈 他不像其他人那样 只满足简字排版 交差了事 而是把牌字当作学习的好机会 他一边牌 一边认识字 理解其中的意思 对所牌的文稿内容 也能有所领悟 有一次 他在牌一篇文稿时 发现里边有这么一句 领受此类官员的大官们 他觉得文理不通 他联系上下文 认为这个句子应改为 领受此类爵位的大官们 他在原句边做了记号 提示作者 叫对时注意 并改正 作者看到提示后 非常感谢弗兰克林的提示 并对在场的人说 这位小牌子工 能看出文稿的错误 的确难得 是个有心人 小弗兰克林 对书如痴如狂 一有工余时间 他就去找 在书店当学徒的小伙伴 向他们借书读 借书给你可以 但你必须按时还上来 要不然被老板发现了 可就糟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按时 把书还给你的 为了按时 把书还给人家 他有时通宵不睡 读到疲倦的时候 就用冷水洗洗脸 然后继续读书 他每次都按时 把书还给朋友 朋友们借他手信 也非常乐意借书给他 他读了一本又一本 从不间断 伙伴们都非常敬佩他 称他是读书迷 大量的阅读 使弗兰克林的知识 越来越丰富 便萌发了写作的冲动 有一次 他看到一本刊物 旁观者 发现里面的文章很好 就用自己积攒的零用钱 把它买了下来 他认真地阅读这本刊物 在自己认为 很好的段落下 做上记号 逐段逐段地背诵 然后 他模仿原文的风格 写了一篇文章 把自己写的与原文比较 发现缺点后 再动手修改 当时 弗兰克林的哥哥 办了一份报纸 他每天都阅读这份报纸 很想在这份报纸上 发表自己的文章 但他 又不想凭哥哥的关系 拿去发表 该怎么办呢 思来想去 他终于想出了一个 好办法 对 就这么办 一天早晨 弗兰克林的哥哥 像往常一样去上班 在报社门口 发现一个信封 他打开一看 是一篇文章 署名陌生 读了这篇文章后 他感觉不错 就在报上 刊登了出来 隔了两天 他又在报社门口 发现 与上次署名 相同的文章 仍然感到不错 又给发表了 几次都是这样 这个署名陌生的人 令弗兰克林的哥哥 很诧异 他为什么要把文章 偷偷的 放在报社门口呢 这里边 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他决定 弄个水落石出 每天躲在附近 等待投稿人出现 一个晴朗的早晨 他发现 一个青年 来到报社门口 放下了一个信封 他猛的 从角落里走出来 拉住 那个放信封的人 然而 四目相对时 他惊讶的叫起来 弟弟 原来是你 弗兰克林 低下头说 哥哥 请原谅我 我这样做 是想检验一下 自己的能力 棒极了 我的好弟弟 哥哥 哥哥 拍着弗兰克林的肩膀 高兴地说 从此以后 弗兰克林 便在 哥哥的报纸上 不断发表文章 在发表文章的同时 弗兰克林 还不断积累 各方面的知识 为今后事业的发展 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小朋友们 弗兰克林 从小 就是个 有心人 当他做牌子工时 认真负责 指出了文稿中的错误 而且 他还靠自己的实力 在哥哥的报刊上 发表文章 小朋友们 你们小时候 也要养成 认真负责的 好习惯 考试时 要靠自己的实力 不要去抄袭 别人的知识